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您走近艺术家 畅聊艺术人生 感受艺术魅力 点亮星空 精彩无限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张哲老师 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作家 另外一位呢 是一位小朋友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等一下让张老师给我们介绍 两位艺术家走到我们的演播室 给大家讲讲他们的钢琴故事和音乐故事 好 两位好 哈喽 您好 晓英老师好 观众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边呢就是张哲老师 他是这个钢琴演作家 目前呢也进行教学 在他身边的 就是他的学生哦 Say hello Hi What's your name? Tell everyone Leo Arthur Bailey Yang Yeah I'm 10 years old Okay Next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I was born in Beijing in China I forgot to know my Chinese I then moved to the UK And I've just came to New York for two days Oh Welcome to New York 欢迎你来纽约 欢迎你来我们这个电视节目 那我先问一下张老师 张老师几年的学习 原来是在北京学刚试 对 原来在北京小时候 然后呢又到了曼哈顿音乐学院 跟我们讲讲你读书的故事吧先 那就是说我是在很小的时候 14岁的时候去的北京 然后考到的这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然后我是天津人 之前呢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 也读过两年 所以就是说高一的时候呢 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然后跟随我的老师张志伟老师 和这个张欣宁老师 进行了高中时期的 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的学习 然后我就直接又考到了 这个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 然后完成了本科的学业 然后完成了这个学业之后呢 我其实就回国了 我回国工作了两年的时间 那么非常机缘巧合 英国的北方皇家音乐学院的 一位教授 然后他来到了中国 正好就是说 他去中国访问奖学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第一个是我来接待的 第二个就是 通过这个接待我们就认识了 那么就是说 就是彼此也觉得非常合适 然后呢 就又到了这个 就特别巧 就到了这个英国的北方皇家音乐学院 读了一年的研究生 然后现在也是 就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然后就是把这个学业也是完成 完成了之后呢 现在就是说 依然就是说 从事演奏啊 还有教学的一些工作 演奏和教学 对对对 身边这位小朋友 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太好玩了 对 那么这位小朋友呢 Leo 然后就是 是我在英国 唯一收的一个学生 那么是等于 特别有意思 就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到英国 刚开始留学 然后那个时候 之前呢 我有去一个音乐节 跟我老师 跟张欣宁老师 我们一起去一个音乐节 然后张老师在那讲课的时候 就他正好是跟张老师上课 安排了一节 这个张老师的这个 大师课 对 Master Class 然后呢 上完课之后 张老师就非常激动 然后跟我说 快那个张哲你快过来 我给你看一个小朋友 因为他去年的时候是九岁 然后但是那九岁的这个年龄呢 他已经能弹非常非常难的曲子了 也就是说他的机能 各方面天生的条件 是特别特别好的 他已经弹 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 然后还有这个 像这个 Ligeti的 Staircase 什么鬼的阶梯 就是已经是成年人 成年人 弹都非常困难的 很多的大型的这种曲目 而且他的演奏还非常的顺畅 就是他的技术 没有任何的障碍 那么张老师就跟我说 你快看看这个台 然后那时候 等于是他的妈妈带着他 然后我们就聊一聊 沟通一下 互相加了微信 后来也是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缘分 然后就是好像这个 去英国就是为了遇见他似的 然后我去给他 去他家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家没有琴 然后他妈妈就是 把我接到他家 说咱们就是试一试 给老师 然后让他试试 看看弹弹琴 然后一弹觉得 他学得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孩子就好像 天生就是为钢琴而生的 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呢 你们就结下了 这个试图的缘分 对对对对 我再问问Leo Leo啊 第一次见到你的老师 是一种什么感觉 When you first time meet me What do you feel about me?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很兴奋 很兴奋是吗 And I remembered seeing you Because You know I went to Qitem School of Music And I remember you being In one of my master classes Yeah OK Nice 他说他在那个 Qitem的音乐节 就是我们那个 艺术节看见的时候 他说他还记得 他正在上那个大事课 什么 他说他记得那个场景 他很兴奋 所以你们明明之中啊 就是有那种信心相通的 这个感觉 有缘分吧应该是 当张老师把这个小朋友的视频 发给我的时候 我当时就非常的 感觉到非常吃惊 那个是当年的BBC 英国的BBC电视台 报道他的这个小朋友 就说这个小朋友 非常有天分 我就想这个天分啊 是不是像有一些钢琴家那样 打出来的呀 骂出来的 我真的是很想了解 正好呢张老师也说来纽约 那我正好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也讨论一下 我问一下Leo Leo你学琴的时候 妈妈有没有 打你呀或者是骂你呀 有没有 他很喜欢钢琴是吗 有很多时间要练琴 那张老师你看啊 这个小朋友如果要是练琴的话 到他现在达到这个程度 那需要一天多少个小时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特殊之处 那么我们这次来纽约的目的 其实是我要给他办一场音乐会 然后他要演奏全套肖邦27首钢琴练琴曲 那么这件事呢 就是说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孩子 就是他才十岁啊 对 那个当年 会破纪录吗 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当年朗朗是14岁的时候 引起了轰动 他是弹了24首练琴曲 对 那么这一次呢 Lio呢也就是说 又带着这个巨大的热情 和挑战 来再次挑战这个这套曲目 而且我们就是要准备了 一共准备27首就整个的小邦的练琴曲 那么做一个作为音乐会的曲目 所以说这个准备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短的 因为首先我教他只有一年的时间 那么就是说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我教他 那么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就是说 我当时看见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非常有天分的 才华横溢的这么一个小朋友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基础是非常薄弱的 基础非常薄弱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给他的曲目是 车尔尼的练琴曲 就是所有小朋友打基础的练琴曲 但是他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技术 远远在他的能力之下 我说那么这个就达不到训练他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说咱们干脆就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干脆咱们就把24首连琴曲 你如果这一年能跟我把这24首学好 然后你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以后不管是你想留在英国也好 或者想到美国求学也好 都会有好的老师能够接受 是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我没想到 那么前半年呢 包括就是说他也参 因为前半年他有之前很多的计划 比如说要参加BBC Young Musician的比赛 或者说他要去考那个LTCL 这种相当于大学本科 有很多之前的计划 那么而且他还有很多的演出 他在欧洲有很多演出 那么是没有办法推掉的 所以我之前的半年其实是说 就是说帮助他把这些事做完 好那我现在问Leo Leo 当老师让你完成这24首曲子的时候 你当时有没有害怕 你喜欢肖邦的那些曲吗 所以你喜欢这些曲子的 Chopin Etios 然后我告诉你 我们要玩这些 Chopin Etios 怎么感觉 非常感兴趣 他说很兴奋 我真的很喜欢 Chopin Etios 他很喜欢小方面级曲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喜欢 Chopin Etios 因为它混合了很多技术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种项目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种项目 我从来想到它只是一个名字 给它 因为它 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种项目的 它有很多技术 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种项目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一种项目的 它说它原来只是说知道练习曲的这么一个名字 但没有真正的理解练习曲 它现在深入的理解 它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中 它愿意去深入的理解 是吧 对 那这样 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结束 有关Liu和他老师的音乐故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咱们继续聊 我们也会有大量的视频 给大家看看 这位小朋友的成长和老师的教学 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